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原先是中国乒乓球队的 完九一年来加拿大 但是我心中有一个很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办法代表中国队参加奥运会 但希望在这一届的奥运会 希望我们华人多看一些 多关注一些乒乓球的这个项目 因为在乒乓球这个项目 在我们中国来说是一个强项 现在有一个就是新的规则 所以对我们中国的优势不是那么大 但是我相信我们中国乒乓球队 有一定的势力 有大家那么多的中国人和华人 大家齐心协力为中国多点加油 多出一份力量 在这一次比赛呢 大家最值得关注的就是 单打 男子单打 决赛跟女子单打 希望我们华人多对我们中国队加油 在加拿大我们华人以前我们91年 刚刚移民过来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想训练一个地方 想说平时训练都没有一个很好的场地 就是现在啊在乒乓球 在加拿大多人多这个地方呢 我感觉就是乒乓球现在越来越普遍了 刚刚来加拿大的时候 我感觉西人外国人就比较少 现在是在这个加华里面 我可以看到很多的外国啊 有印第印度人啊 大家都在参加这个乒乓球训练 议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希望呢在加拿大的一些家长 华人家长或者外国人家 西人家长就多带一些小孩去关注这个比赛 因为现在在这个社会呢 而且很多小孩都喜欢在家里玩玩电脑啊 整天都是在沉迷在这电脑电视之中 所以呢我希望呢大家呢 多让小孩去看一下 多带他们去认识一下这乒乓球 本身我自己也有两个小孩 但他们也是这样 整天在家里就玩电脑啊 玩什么的 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多关注一下 也多带一些小孩啊 打打看看啊 介绍他们 让他们热爱起乒乓球这个项目 完了最后呢我希望呢 这次中国乒乓球队区 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